如今的娱乐圈粉丝给超级偶像过生日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这些当红明星的粉丝在生日的情况下都是会相互之间盲目攀比 看谁的排场更奢华花的钱大量 你如果没有广告宣传没买一个热搜榜那些的话都不敢讲话 这类作风显而易见是心里扭曲的 10月28日周九良也迎来了27周岁生日 很多观众是不是感到了一丝亚异 因为周九良的生日过得很低调 甚至很多观众都不知道周九良的生日 周九良也是别出心裁 在生日当天只是晒出了6秒的短视频 其中也是一晃而过晒出了一个谢谢 要不是看评论区压根不知道周九良在谢谁 虽然周九良极力的想要让自己的生日过得低调 但是却还是引起了不少粉丝的关注 甚至官方都点赞了 周九良生日当天 粉丝们没有集资款应援给周九良买价格昂贵的礼品 也没有掏钱买广告宣传 乃至连热搜榜也没有 但是生日终究是要过的 周九良的粉丝该怎么庆贺呢 他们选用了公益性应援的方法 以做公益奉献爱心的方法来表述对周九良的热爱之情 周九良的粉丝累计捐献了将近20万的物资 分别捐献给了50个爱心公益机构 这样不仅奉献了自己的爱心 也让人们知道了周九良这个名字 真可谓是一举两得 他们的举动也得到了周九良的点赞 对于周九良来说 能带动自己的粉丝做公益 弘扬正能量 真是没有比这更好的礼物了 周九良粉丝的行为 也得到了能量中国官方的表扬 真是给周九良争光了 看完周九良生日和公益汇总的表格 这才知道 原来这一次生日 周九良的粉丝也有为其庆祝 只不过和很多明星不一样 其他明星的粉丝是送礼物 而周九良的粉丝 却是在默默地做着公益为其庆生 这也难怪官方媒体 都会为周九良庆生了 不仅仅是周九良 如今德云社的演员过生日 粉丝们几乎都是用公益应援 简直成了娱乐圈的一股清流 德云社演员的粉丝明白 外界对德云社存在误解 认为德云社是三俗集中地 德云社的演员道德水平不高 想要改变人们的看法 就得从自身做起 用点点滴滴的行动 来改变人们的看法 从德云社的演员到德云社的粉丝 现如今真的是一心向上 充满了社会正能量 用自身的勤奋来完成家品之俩字 周九良的粉丝 用慈善活动应援 也为演艺圈的粉丝塑造了楷模 我们下期见